昂大利亚90月份的天气总是最适合出去郊游的 所以今天呢我带着我的小狗出去游溜一溜 一起去看看吧 艾古每次见到熟人都开心的飞起 喜欢的不要不要的 哎呀呀你在干什么 打招呼就打招呼 为什么还要抱人家大腿 讨厌 现在在那边身都可以走到哪里 可以走到那个 就是天河 是那种生产的地方 是生产的地方 这个姐姐是生产的地方 所以我偷窥给人家生产的地方 可以吧 不可以吗 我们想要走近那岸 我偷窥给人家 哦 这不是 哦 狗狗 哦 狗狗 你还不允许 因为你会去吃 澳洲非常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所以有很多地方是家养的虫物 不可以去的 艾古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澳洲现在的天气基本上都是十季度的样子 所以说小狗在车里带上了十分钟没有问题 我们还特地为他开了点小窗 把艾古安顿好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了我们自己探险 大爷一直在那边晒太阳 你走到啦 这个牌牌提醒我不要过去啦 因为鸟儿在生蛋 风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你开着逆风飞上的小鸟 箭桥 欸 狗狗 我们回来啦 你兴奋吗 你要被解救出来了 你兴奋吗 开心吗 超开心 OK 开心 客 我们走吧 澳洲人真的很喜欢在户外晒太阳 三五好友把个小板凳坐在阳光下面 聊聊天 吊吊鱼和喝小酒 前面的小栏房子是个咖啡馆 里面的咖啡还不错 澳洲的咖啡真的是很好喝 几乎每一个小的咖啡馆的水准 都不会输给新大客哦 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一个小狗沙滩 在澳洲有不少的沙滩是专门为小狗开放的 在这里你可以把它的牵引绳给拆掉 让它自由飞奔 哦 钳 钳 让我做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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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iko Aiko What was that? It's too close Aiko Aiko Can you grab it? Aik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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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擠 Aiko 连路上 好啦,这就是我的第一个VLOG 希望大家能喜欢 拜拜